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罗门,欢迎您一起来研究圣经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您来思想以西节书的25章到27章的内容 以西节书的25章主题就是神是万国的主 以西节书一共有48章的经文 那么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三章 是谈到以西节的个人的蒙召以及见到许多的意象 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就是第二部分 到二十四章就是对自己的国家南国发出了审判的信息 第三个部分就是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 就是向列国来发出审判的信息 最后就是三十三章到四十八章的内容 这部分特别谈到以西节看到复兴的意象 虽然圣殿被毁 遭受审判 百姓被弩 但是上帝仍然赐给未来他的子民 有复兴的一个信息 二十五章的部分就是谈到 先知看到许多国家 特别是外国遭遇到审判信息的那样的一个内容 那这几个国家特别谈到有七个 谈到亚门 也特别谈到了摩亚 西尔 以及以东 那么先知呢 针对这七个国家受审判的预言 最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 哪两个因素呢 第一 就是基于这位上帝是独一真神的观念 因为先知所传讲的信息 不单是针对以色列 更是上帝是列国的主宰 他掌管万有 连列国都要受审判 还有弥赛亚国度的观念 也必须要说明 因为先知指出来 所有世上的列国将来有一天都会受到审判 只有上帝的国 就是弥赛亚的国度 就必然来临 所以针对我们所提到的 以西结书二十五章七个国家 那么面临到上帝的审判 没有包括巴比伦 是因为巴比伦当时候是上帝审判的工具 这章里面提到亚门位在于犹大国的东北方 他的首辅是拉拔 他的政治方面可以说 长期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死好死坏的 不大部分 他们都是抱着比较属于幸灾乐祸的一种心态 来看以色列国家或犹大国遭遇到轮亡之祸 那么摩押呢 摩押位在约旦河东 亚门以南 摩押人 他们之所以受审判 是因为他们非常的骄傲 自夸而受到了审判 他们常常讥笑 犹大国 他们可以说也是幸灾乐祸 他们认为以色列国 他们所信的上帝 跟其他的国家的神明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这些神明都不能够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 那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就为了他自己的缘故 要显明他自己公义审判的作为 摩押也会遭遇到亡国之祸 那么乙东呢 他的罪过是在犹大国那一个产遭了巴比伦灭亡之计 可以说他趁火打劫 也是幸灾乐祸 来攻打犹大 在地中海我们说边缘的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菲利斯 菲利斯也是一个传统敌对以色列人的国家 他们的罪行大致上跟一东类似 因为菲利斯人可以说他们很想要入侵犹大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国家 长期以来可以说互相的为敌 上帝要审判贝利斯人 进到以西节书的26章 有关于推罗毁灭的三部曲 预言到推罗的寝负 那么推罗是位在于耶路撒冷 北边大约160公里的地方 是地中海沿岸非常重要的城市 它的地方不大 可是居民多以贸易为生 特别是海外的 这些所谓国际的贸易 影响非常的大 当时候 它也是属于菲尼基城邦里面 最富裕的一座城 推罗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在陆地 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海岛 换句话说 推罗城可以说有陆上的推罗城 跟海上的推罗城 在祖前的594年 推罗就加入了反叛巴比伦的一个联盟 在耶利米苏27章第三节 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也记载 尼布贾尼撒 曾经围攻推罗13年之久 陆地的部分 的确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所攻取 甚至破坏了 后来双方也签订了合约 但是在海上的推罗 却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攻取 到了祖前的333年 亚历山大大帝 他也曾经围攻推罗七个月 那么推罗海岛部分 这个时候才被亚历山大 这个填海造地 或说填海造提 就把那个推罗的海岛 直接连上了陆地 最后就被攻下来 就应验了以西节书26章12节的预言 他们的财富要被掳掠 他们整个城市 要成为一片光秃干燥的岩石 并且成为渔夫赛网的地方 26章是道五节 所以不管是在巴比伦的时代 或者是在亚历山大的时代 推罗终于被破坏 而且被攻陷 那么以西节书的26章 为什么会谈到 推罗会灭亡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跟前面那几个国家非常类似 就是幸灾乐祸 他们看到耶路撒冷的轮亡 就以为他们可以开始独占 国际贸易的那样的企图 而沾沾的窒息 以西节书26章第二节 他们这种只顾自己的利益 却不顾过去曾经跟耶路撒冷结盟 共同来对抗巴比伦的这一种的自私的心态 引起了上帝的反对 所以在以西节书的26章第三节提到 主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 我必与你为敌 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 如同海浪涌上来一般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刚才提到 巴比伦 尼布贾尼撒 围攻推罗13年 终于 造台主壘 然后撞城锤 攻破了城门 就把城墙整个攻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以西节书的26章 11节跟17节 就是在描述整个战争可怕的景象 一座似乎牢不可破的坚固的城义 一夕之间就化为荒凉的景象 当推罗招此命运倾倒的时候 那些树莱跟他有贸易的国家和城市 无不震惊恐惧 纷纷表达哀悼 为推罗唱起了哀歌 在以西节书26章这里的描述 因为当大家在哀悼推罗的时候 也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 是否也会遭如像推罗一样的结局 被上帝的大水所淹没 而沉入海底 我们说上帝是历史的主导 没有一座城在地上是永远长存的 人如果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地上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城市 或者是国家 其实最后都会消失于历史的灰景 那么以西节书的27章主题 就是谈到第二部的推罗的灭亡史 他们好像一艘货物的商船沉没于海底 在27章里面 先知继续地发出对推罗毁灭的预言 它好像一艘华丽的 非常丰富的 而且用许多高级的木料所建造的一艘船 它非常的精致 有许多的装饰物 有象牙 有许多的绣花的细麻布 有蓝色紫色的布皮 来装饰这一艘商船的比喻 这一艘商船 也有非常多的武装力量 他们雇来非常多 他周围波斯人 路德人 福人跟亚发人等等的佣兵 来保护他自己的船队和商业贸易的进行 来彰显他自己的尊荣和美丽 那么许多的国家 包括了西班牙 今天我们所谓的西班牙 希腊 还有许多像我们说的中亚地区 有二十几个地区跟国家的百姓 他们拿着他们的特产 例如有黄金宝石 例如有羊毛毯子 例如有香料等等的木料 非常的好的高级的这些的金银财宝 来跟他们做交易往来 在人看来 这是一艘永不沉没的海上堡垒 可是没想到 在他最兴盛的时候 他居然被上帝的东风 以西节书二十七章二十六节 所提到 打入海底 他的财宝 他所有的物件 他的水手 跟他交易的 这些的人民战士 在他 推罗 沉入海底的时候 都为他被爱 都为他唱起的哀歌 以西节书二十七章 的三十二节说 有何尘如推罗 在海中沉积呢 有哪一座尘像这么漂亮的 华美的 繁荣的推罗尘 居然在一系之间 像一艘船沉没于海底 那些过去 赖以为生的水手 掌舵的 荡奖的 这些苦力们 都要失去了派往 那些赖以为生 以至于富裕繁荣的 海岛们 君王们 都要恐惧惊慌 因为没想到 他们赖以 所谓的生存交易的 推罗尘 居然沉没了 是的 行人的繁荣 仍然逃不过 灭亡的厄运 无论哪一个国家 重点是 今天我们 相信了 耶和华上帝 接受了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上帝是独一的神 然后今天 借着耶稣的救恩 临到了我们 因为耶稣是 上帝的独生子 赐给了我们 永不震动的国 在希伯来书 第十二章 第二十八节提到 当我们 有了这不震动的国 我们就必须 带着敬畏的心 虔诚的心 来侍奉我们的神 愿神祝福你 我们下回再见